今天的電腦有點LAG 對 可能 對 過程當中不知道會不會順利進行 然後老師上週有交代就是 這次要上關於怎麼去擅長資料還有發佈資料這兩個部分 然後這也是大家在做期末報告時候會用到的很重要的功能 所以要知道一下 那我們就會分成幾個部分來看 這是我們現在都有ArcGIS Online的帳號 第一個 我們可以在ArcGIS Online裡面的地圖當中可以直接來增加圖資 我們先來看這個投影片這邊就會沒有實體感 如果來看網頁上面的話呢 像是我們進來會變成這樣子 就是這個很經典的ArcGIS Online畫面 不過可能大家會長是沒有既定的資料在裡面的 對齁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可以透過這邊一個很大的跟那個ArcMap很像的一個add 增加的這個按鈕按進來的話呢 會發現有五種不同的增加資料的方法 那我們會快快的講完這幾種 第一個就是從檔案中增加圖層 因為我們是對shavefile 收過gs了 都會知道shavefile 沒收過的話馬上可以講很會shavefile shavefile的話就是在這裡 好 這是廖正傑的弟兄 看好囉 這個是shavefile shavefile的話呢它有三個基本的組成 dbf shp shx 對應該是這三個吧 然後呢 這是我們那個地理系的GIS資料 最常使用到的格式 dbf的話呢它就表示屬性資料 shavefile會儲存它的空間資料的樣子 對 好 反正你看到shavefile 那shavefile的話呢 這個是比較簡陋的檔案 我們可以來看到下面這一邊 我們來看那個台大的地圖的圖層好了 像這個台大校內道路 它就有什麼dbf prj sbn sbx shp shx 包含了 1 2 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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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6 6 6 到底是什麼座標系統我不知道 就無法來增加 所以說 我們看到上面這些 資料好了 它其實可以沒有PRJ 所以說呢 你發現它沒有PRJ的時候 就要用很久以前教過的 座標定義的方法 很久以前教過了 一定教過 大家可以回去找一下之前的PPT 用那個定義座標 就可以來做到 這個PRJ檔出來了 所以說呢 你按這個增加 然後從檔案增加圖層 它這邊有個 一些規定 它只可以持這個 shipped file把它轉成 壓縮檔 就是把這幾個 壓縮 它還只規定 只能夠zip檔 然後不能用RAR檔 所以你把它加到這個 壓縮檔之後呢 就會跑出了 這個leap shared file壓縮格式的資料 再者就是因為它是線上的嘛 所以它不能夠吃 太大的檔案 它只能夠限制1000個 feature 1000個地物圖增 或是它可以吃 這個csv txt 或是gpx 軌跡的格式 所以我只要按這個 選擇檔案 然後找到你的 在哪呢 找到你的這個 壓縮格式的檔案 按開啟的話呢 就可以開始做匯入了 那我們就不匯入了 匯入完的成果呢 像我匯入這一個 台灣的核川檔案 匯入之後就會跑出來 台灣的核川 可以齁 這就是從 電腦裡面 來摳資料 到你的Arctis Online上面去 這是第一個方法 所以要記得喔 它一定要有這個 prj檔 如果它 沒有的話呢 它就會說 我無法就是讀取這個資料 好那麼接下來 第二個 可以去增加wms 的圖層 這個 這個是我們之前的 注意寫過的嘛 就是你的 在網路上發布的 影像的服務 舉例來說 我們可以看 TGOS 的data 在TGOS 這裡好 就有很多 WMS 的Layer 可以讓你來做 借接 舉例而言 我們來看 河川流域 的範圍好了 好 這個要申請才可以 使用 對 換一個 如果來看 台南市的 地標資料 有了 這邊有一個 複製網址 就可以去複製你 WMS 服務的網址 按確定 就已經複製好了 如果在browser 上面來開的話 就會下載了 你這個檔案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 可以借接到 我們的ArcGIS Online上面 一樣按這個 增加的按鈕 然後呢 從web 增加圖層 它有幾個服務 可以選 像是有ArcGIS Server 的服務 或是 增加WMS 或 WMTS KML 等等的 不同的格式 我們現在是 WMS WMS 就選擇第二個 輸入網址 結果 這一大串 跑出來 按增加圖層 就會錯誤 對 因為它說什麼呢 我們來看 第二行這邊 後面這裡 對 座標系統的問題 ArcGIS Online的話呢 它使用的是 WGS84 的座標格式 那所以呢 你在加圖層的時候呢 一定要跟它是一模一樣的座標格式 但台灣的這些發布的資料好了 很多是TW97或67的資料 那所以說 是很多不相符的 所以大家在那個加資料的時候呢 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一模一樣的座標格式呢 這就是這個要講到的部分 然後我們有去成功的加過 那所以大家可以試看看 不是的話就不能用喔 不會喔 因為它就是不會 它不會的話 我猜想的原因 這我再研究一下好了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把這個座標格式 不一樣的 給加進來 但是呢 像是 如果是從那個 我們剛剛講到的 從增加那個 檔案這裡來加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做轉換 因為它有PRJ 它會知道你的座標格式什麼 它就會自己轉 對 如果是剛才這一邊 就會顯示 失敗 好 我知道 不然我們待會可以 再做個嘗試 就是留在待會講 用另外一種不同的 加資料的方法 這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座標格式 不一致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錯誤 還有再來第二種錯誤 也是蠻特別的 如果加這個台中式禮介的話 看起來很漂亮 複製網址 好 一樣複製好對不對 我們確保這一點之後呢 從這邊一樣增加按鈕 來增加圖層 好 DiveMS 沒錯 增加 那 又是個錯誤 又是個錯誤 對 那這個錯誤的 類型就不太一樣 那有時候呢 就是 你也不知道哪裡錯 那麼最薄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呢 你把那個檔案打開看就知道 那就是說 網站維護中 它的資料根本就不能夠取用 OK嗎 那所以 有時候你會 得到一些來路不明的資料 你怎麼加都加不進去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覺得非常的洩氣 但是其實很多 也是因為它本身資料的問題 對 好 那麼 這兩個 這兩個 加DiveMS的方法 就跟大家介紹到這一邊 再來 第三個 就是加這個 ArcGIS Server Layers 的方法 老師上次有說過嘛 就是 我們系上有開一個 ArcGIS Server 來發布圖資 然後 可以給系上的老師和同學 可以使用 但是呢 目前這個系上ArcGIS Server 在故障當中 那所以 修理好了之後 就會再跟大家介紹一次 因為在這個裡面 其實有蠻多資料的 真的是蠻多的 所以現在是有點可惜的狀態 對啊 蠻可惜的 非常遺憾 那最後 等我們把資料都交進來之後 有透過 從Web和從檔案 交完資料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把這個檔案做一個儲存 以免下次還要再用同樣檔案的時候 還要再做同樣的動作 所以說 在這個地方 在 左邊 內容這個圖層 我們來點它的時候呢 有這個點點點 就按它 更多選項 有一個 儲存圖層 就可以把 你這個 圖檔呢 存到你的 你的資料裡面 那你的資料是在哪邊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在這邊 我的內容 在你的內容裡面的話 就是 你所有的 你做的地圖的project 或是你所儲存 或是你所上載的圖枝 都會放在這裡 甚至我們可以自己來新建一個資料夾 來做管理 像我們可以做一個 你所發布的圖枝的資料夾 做好之後 你就可以把你所發布的圖枝 都放在這裡 這樣比較 再加到 整齊 所以像是呢 剛才那個 data就會被加到 這裡面來 好 那就繼續講囉 這就是 第一個部分 從地圖裡面來加資料 再來第二個部分 可以在我的內容裡面 直接來增加圖層 一樣進到我內容裡面 然後呢 剛才說到了 可以先做個資料夾來做管理 接下來呢 選這邊 有增加項目 好 直接實作 按增加項目 一樣 有幾種選擇 第一個是來自 本機的檔案 所以可以選 剛才那些 shift file的格式的資料 那一模一樣的 一定要把它 變成壓縮檔呢 才可以來使用 那就不再示範第二次了 然後當你把那個資料 叫上來的時候 可以打一些標記 就是 標籤 tag 像我可以打說 我剛剛傳的是台灣的圖層 就可以打台灣 然後可以來做 一個基本的標籤的管理 方便你以後可以找資料 再來 增加項目 也可以來自於 網路的資料 那所以說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來試一次 用這個方法 來加WMS圖層的話 是否可以來幫我做做標轉換呢 好 好 剛才那個是 台中市區界 複製 確定它可不可以用 那換一個 墾丁國家公園 的資料 覆視它 一模一樣耶 OK 嘿嘿嘿 那還是來試一下好了 如果我們試這個 經緯度的資料 WGS84的話呢 它是可以用的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會顯現出 這個影像在這邊 那所以 我們可以透過 這個 WMS的方法 把它加進來 標題就打 哇 成功 打墾丁好了 然後 來個步驟 OK 再來可以增加這些 組織 好 好 沒有 我們看最後一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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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最後一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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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這邊有一個匯入WMS圖層的問題 我猜想按照我的經驗可能是兩種可能 第一個是ArcGIS Online本身有問題 它無法加WMS的服務 因為像是我們剛剛加到這個肯定它好了 肯定國家公民的步道線的資料 它自己是顯示說我是WGS84經緯度的格式 所以說應該和我本身ArcGIS Online裡面的座標格式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它還是無法匯入 所以說第一個可能是ArcGIS Online本身就有錯誤 那麼再來第二個可能錯誤的話呢 就不是ArcGIS Online本身 而是這個發布資料者本身 因為我們台灣好都會把那個TWD97的經緯度 就是把它試做WGS84 對 我們在實務上會做這個 這個 像是 趨近 對 就是TWD97趨近於WGS84 因為他們的誤差很小 對 那所以說呢 有時候像我就有看過一些資料就是 它自己的座標格式 是TWD97經緯度 但是呢 它在寫那個描述的時候把它描述成WGS84 有這個案例過 對 所以這邊呢 是哪一種 我就不確定 但我們可以很確定的知道就是呢 這個 加WMS服務 有一些問題在裡面 好 所以說 我們再回到我的內容裡面 增加檔案的方法 那麼這兩個就講完了 第一個是本機的資料 再來是網路上的資料 然後呢有一點可以提醒大家就是 就是 當你在加一些 比較大的本機的資料的時候 就是 Polygon 就是 面資料呢 它可能會問你就是 你是否要製作圖� 大家還記得圖磚嗎 我們之前有看過 就是可以 增快你圖層的讀取速度 的一個方法 但是呢 ArcGIS案那個規定 就是因為你做圖磚的話 會多消耗它一些資源 就是你做好圖磚你要儲存起來嘛 然後做快取 那所以說呢 當你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它會消耗你一些配額的點數 一個人的話 一開始配額是200嘛 那麼你做這個圖磚的話呢 像我做這個 我們剛剛看到流域的圖磚 它就花了我0.62點 來配額 OK 好 這是可能會遇到一個部分 跟大家說一下 好第三點 快結束了 第三點 直接取用ArcGIS案發布的圖磚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不自己去發布檔案了 ArcGIS案發布的圖磚的話呢 我們可以從它的圖庫來做檢視 好我們來看圖庫這邊 不過一進來的時候 會是你自己的組織的本身的資料 我們要看的是這一個 Essery專題的內容 就是它所提供的檔案 會發現有蠻多的 有到45頁 像是呢 我們就以這個 地表直批覆蓋 來做個案例 打開之後呢 它就是一個影像的資料 很像是我們在高中 或在地通所看到的各個區域 是由什麼樣的靈像所構成 舉例來說 我點這個地方 它叫做Trafical and Sub-Trafical Moist 擴頁 OK 好 這就是一個它所做好的資料 可以來做參考 那麼呢 我有這個資料之後 我也可以把它做一個儲存的動作 用另存心檔的方法來得到這個圖層 像是它會把它標示為 標題就當作副本好了 然後標記有這些 出生在我這邊 我所創立的資料夾 發佈圖資裡面 按圖層地圖 就會有了 我們再回到我們的地圖來看 然後發佈圖資 就會有剛才所出生的 這個Hard做好的 這個資料 所以可以來做個取用 這個時候就變比較正常了 就是回到我們剛才所看到的模式 一樣的 會有這個點點點的選項 然後可以來讓你做一些調控 像我也可以單獨的 再把這個圖層給儲存到 我的資料夾裡面 然後我也可以把這個圖層當作我的底圖 來增加更多的圖資進來 來做我的分析 這就是可以來取用 ArcGIS Online所做好的圖資的方法 對 所以可以 怎麼了 OK 沒關係 好 那麼 這個方法也講完了 還沒講完 對不起 這是剛才說 從圖庫來找ArcGIS Online的圖資的方法 還有第二種 按這邊 又回到這個增加的按鈕 按搜尋圖層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搜尋的範圍 從我的檔案改成ArcGIS Online 就可以顯現出ArcGIS Online所發布好的 剛才看到的很多的圖資 所以說按增加的話 就可以直接來做使用 這就是一個可以增加很多圖資的方法 也可以應用在各位的期末報告裡面 所以其實ArcGIS Online上面有非常多的資料可以來做使用 好 最後一個 當我們把資料加進來之後 像是我們在ArcMap一樣 我們可能會想要把它的標籤給顯現出來 那麼 ArcGIS Online的話呢 它其實把這個標籤的功能做得還蠻簡單 又漂亮的 我們可以回到 我那個 剛才的 河川的圖層 打開 河川圖層來看的話呢 會發現它上面已經有這個標籤了 那我們現在先把標籤給關掉 然後再來把它做出來一次 一樣的按這個點點點 更多選項這裡 有一個管理標籤的選項 它就顯現出來是否要顯現標籤呢 可以按佛 或是按選擇顯示標籤 那個標籤的話呢 有一些 單看你的屬性資料來做選擇 看你要去顯現出它的ID 還是我要顯現出它的名稱 就看你想要Display哪一個 那我現在Display的是 我的河川名稱 然後呢 再來的話 它可以做一些美邊的修飾 除了那個粗體斜體底線啊 或是改顏色之外 它可以做個光暈 一個暈圈 就是一個外光暈嘛 像我們用紅色光暈 它就會變成稠 用比較淺色的 它就會有一個底色的感覺 然後這樣看起來 美美太漂亮漂亮的樣子 好 那麼這就是顯現出標籤的方法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因為大家要做期末報告嘛 那所以說可能會需要一些Data 那麼當然各位可能有修過很多課 那所以所編都有一些 現成的資料可以來做使用 但如果覺得自己的資料不夠的話呢 這裡有一些Data可以來做一些簡單的提供 這些Data是從系上 三斗那邊所拿過來的Data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待會就可以來跟我要 這裡的話有運研所的全國路網圖 還有 那我來看一下好了 這裡有交通部的 全台灣的路網 還有國土利用調查的成果 還有台灣的人口資料 以及還有一個就是 在裡面有一個台灣的POI POI就是Point of Interest 重要的點位 重要地標 我把它加進來這裡 就可以有台灣一些重要地點的資訊 可以提供給大家 像這個是重光百貨停車場 這個是一個學校等等 所以說這裡有一些Shift File檔案 可以供大家參考 然後呢還有一些其他的參考資料 像是最近的空屋的資料 就可以從環境品質資料庫 或是空氣品質監測網來取得 以及還有內政部的開放平台 還有TGOS或NGIS 這兩個地理支援系統 比較常接觸到的平台 以及各縣市的開放資料 和各單位的開放資料等等 最後再補充一個 我們剛剛把資料都給 照進來之後嘛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分享 做一個資料的分享發佈 這個地方的話呢 可能會跟各位比較有關 因為呢你們可能會 希望可以做一些團隊合作嘛 那麼呢你們在收集資料的方面 並不一定要每一個人都 從頭開始收集到最後 你們可以來組一個組織 你們的組織呢可以共用資料 這樣的話呢就是你們 也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可以來做資料的取得 像是呢以這個世界的 好像這個好以這個台灣的landmark 重要的點位做資料為例 我們點進來之後 可以做分享和編輯 還有發佈 像是呢我可以分享給所有人 或是給我的組織裡面 或是給我的組織裡面 做一個資料的組織裡面的共享 或是可以發佈到Arctis上面 然後所以說其他人就可以使用你所發佈的 這個底圖 就是這兩個可以做分享和發佈的方法 最後有一個期末報告的建議 如果大家呢想要選用Arctis Online 當作SDSS的平台的話 不妨可以試看看做APP 這是老師上課所說的可以做APP App 對 它有分成三種 就是你可以做網路型的應用程式 或做iOS 或做Android 這三種方法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它做好的一些範例 一樣在圖庫裡面 然後呢 Exery 所提供的 應用程式 這裡呢 就有一些他們所做好的一些案例可以來做參考 像是如果點選這個地景分析 在圖庫裡面 是從小到大 釋放在圖庫裡 在圖庫裡面 你用點選這個 和圖庫 要跟 draw 在圖庫裡面 這張圖庫裡面 它是App的關係,所以它跑比較久一點 我記得還有一個不錯的範例可以讓大家參考 這是個世界的探足基因案例 好像找不太到世界探足基的案例 那個其實做得還蠻好的 好,爬不出來 找不到就算了 像是我們進來這個LensGap的分析之後呢 就會有一些功能可以來做一些調控 那所以說大家也可以做出類似的 這個SDSS的決策和支援系統 然後呢 這個的話大家可以去玩玩 就是他們做的各式各樣的APP 也可以來做一些report等等 那麼再來的話呢 剛好開一個 它這個是story map 就是故事的地圖 就是可以有文字啊 還有這個影像 然後可以來做說明 但這個可能就是比較陽春一點 現在看到比較好的還是它這個 世界的碳足跡 但是呢 找不太到 找不到就算了 就是它那個做出來的格式 真的還蠻不錯 大家可以還要參考一下 如果你們在瀏覽的時候 有發現這個 Global Footprint的話呢 就趕快的多看看它怎麼做的 好 再試一次 好 好 好 啊 找到了 啊 找到了 看不出來 可能是網路的問題 有了,是Lag的問題 像他就從1961年到2007年 整個世界碳的排放量 來做個統計 我們可以來看就是 從整個世界的範圍來看 你可以來從國家的角度來看 像葡萄西亞好了 你就可以看到他從1961年到2000年 整個時序的變化是多少 然後呢,你可以有很多的國家來做比較 比如說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然後用很簡單的方法 來做呈現 呈現也非常的漂亮 那所以說,如果你可以做出 類似 這樣子的平台 再搭配你的文獻回顧的話呢 應該 還不錯 看起來非常的 還好 那他也可以做自動的播放 那他也可以做自動的播放 這些功能的話呢 大家都可以 來做使用 跟那個CartleDB蠻像的 但我覺得他比CartleDB還要更厲害一點 對 因為他有這些旁邊一大堆的說明 還有統計圖表啊 然後可以做搭配 還有做那個漂亮的說明啊 等等 這樣比較簡單 好 然後 所以就講完了 沒問題的話 就準備下課 有問題的話呢 就請來前面 來 問我 要資料的話呢 你可以來找我 好 感謝大家